對比賽造成負面影響的原因很多 有可控和不可控的 可控的包括訓練時累積的慢性運動傷害 比賽前後的執行策略 不可控的如事故意外、惡劣天氣等 但有一種 只影響一時 好像可控又好像無解的狀況 就是讓許多跑者困擾的側腹痛 側腹痛又有運動叉氣、運動急性胸肋痛、肋部刺痛等稱呼 學術名稱為運動相關短暫性腹痛 抑止在運動時 介於橫隔膜、肋骨下方延伸到整個下腹的範圍所發生的疼痛 在跑步、游泳、騎馬等運動中會發生 其中以平凡且高衝擊的跑步最常見 通常在降低運動強度或是完全停止運動後就會解除 當然 重新開始運動後也常常會復發 嚴重影響跑者的姿勢和配速 是不少跑者比賽錯失目標的原因 側腹痛的起因、眾說紛紛 像是運動前進食的量太多或太接激運動 或是攝取了太多的糖分、脂肪在胃裡停留過久 在運動時造成震盪 或是運動中補脊時造成胃部脹氣、消化不良 有人認為這純粹是無法負荷運動強度時 身體需要更多養食、熱間的呼吸機產生痙攣 這等於是說側腹痛是實力的一部分 不要想太多 無論是把側腹痛看作成非戰之罪 或純粹是賽前賽後不夠細心或沒有控制好強度 這個腦人的疼痛是各個層級的跑者甚至精英的困擾 像是大破竭 在2020年東京馬拉松跑出2小時05分29秒 當時的日本紀錄時 38K的時候把衣服撩起來 按摩側腹和肋骨周邊 神野大地被側腹痛困擾也廣為田徑米所熟知 造成側腹痛的原因之一 是胃裡有過多的東西或空氣的震盪 建議可以反覆測試 找出自己消化食物 又不會產生飢餓的時間 小弟側腹痛的耗發體質 是要在跑前3到4小時進食 食物的種類也很重要 跑前建議攝取好消化的碳水化合物 像是燕麥果物棒、白土絲麵包、白飯等 避免有過多脂肪和纖維 因為這些物質會讓食物在胃裡待比較久 飲料方面 建議避免容易脹氣的奶製品 和有碳酸氣泡的飲料、水、運動飲料、茶 是比較不會在胃裡停留過久 或造成脹氣的選擇 有些人喝咖啡、果汁沒問題 但建議側腹痛的耗發體質盡量避免 在高強度長跑時 建議炒豬最適合自己 容易消化不會造成胃部震盪脹氣的補給 能量焦和運動飲料都屬於常見容易快速消化的補給 含碳酸或氣泡的飲料容易造成脹氣 不是很建議 固態食物方面碳水化合物為主的穀物棒、白吐司香蕉是不錯的選擇 至於其他豐盛甚至半桌式的補給 大家可以自行斟酌攝取 我個人在高強度運動時 我也是絕對沒辦法承受這些美食就是 很多超馬選手的體質 經得起碳酸飲料和甜食 像是保持各項超馬世界紀錄的索羅金 他認為垃圾食物才能帶給他身心俱全的能量 但是像小弟這種連喝水都會測腹痛的 客觀健康的建議是 該喝的還是建議喝 不舒服的話放慢一點就好 但如果在挑戰紀錄的時候 在涼爽氣候的條件下 我自己是常常讀讀看 能不能不喝水一口氣跑回去 至少我的個人辦法最佳是這樣創下的 對於時常發生測腹痛的小弟 什麼招式都試過了 有些能有效緩解 或暫時緩解 在這跟大家分享 第一種是深度腹式呼吸 簡單的說 就是吸氣的時候肚子用力吐氣 呼氣時用力縮腹 大口吐氣縮到很明顯凹下去 有一種把腹部脹氣壓縮的感受 個人推測壓縮的動作有穩定脹氣 和排掉多餘氣體的作用 大口呼吸也有對血液含氧量有 至少心理上的幫助 第二種是用兩指或三指壓著疼痛點 這也是施與壓力穩定的一種方式 在精英級賽事也很常見 上述兩招都沒用時只好停下來 個人都會做幾秒鐘的上犬式來伸展腹部 橫隔膜胸腔 經驗上來說 比什麼伸展都不做 純粹休息 上犬式伸展後 重新起跑後狀況大部分會解除 比較不會復發 曾經指導過小弟的真男人爸爸張寶財曾分享過 他在修正跑姿上半身不會過度旋轉後 側腹痛問題就很少發生了 視覺上的依據是肩膀前後左右擺盪程度變小 這跟核心的穩定度、抗作用力和協調性有很大的關聯 加強核心的方式非常多 從基本核心動作、大重量訓練、功能性激勵訓練 到皮拉提斯都是有益的方式 小弟20年來累積了很多預防側腹痛的經驗 和嘗試了各種多少見效的應對方式 但側腹痛在半馬以上的距離還是常找上門 逐漸有自己不適合跑半馬以上距離的看法 就像奈序子漫畫 定義會不會側腹痛是天分的一部分 其中有一個橋段 是主角一騎熊介參加生涯第一場10K路跑 中途補水時 熊介發生了側腹痛 心靈導師兼教練全老說 跑步 遠處 軸心靈導師兼教練全老說 難以心靈 為何 活躍 永遠 消失 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